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处长 这是这次供立案的 正式逮捕名单 需要您签字 昨天您离开主人办公室之后 二处处长在主人面前进铲眼 说顾先生跟这个女公爹有牵连 主人就吩咐把顾先生的名字加上 夏宇宙已经从医院转回来了 您要过去看一看吧 他现在人在哪儿 小薰氏 对他 用心了吗 好像还没有 对他 好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夏小姐 你的同伙权也被抓了 情况我没有完全掌握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的态度 我的态度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小小姐 你都已经走投无路了 还不打算悔过吗 不悔过什么呀 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你怎么回事 顾长啪啪你什么关系 没关系 就像十二爷 你来台湾以后见过他吧 见过 他编买了我所有的财产 来到台湾 我得找他要钱呢 我当然得见他 小姐 你以为你这么说 不就相信了吗 说 他是不是你的同伙 不是 小小姐 别以为你不说 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 据我所知 十三号夜里 顾长发还去过重型女社 是吗 是 是啊 只要你说出她的身份 我们可以免你一次 她只不过是去对我 送一张传票 其他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好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重型 是 是 说不说啊你 说不说 快说 说不说 厉害啊 还不说 说不说 死了 还得咬发了 处长 怎么样 这女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可一身的硬骨头 打了一晚上了 就是不说 处长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告诉他们别再对他用刑了 那些刑具 对他没用的 可是 可是什么 二次处长说 她们还有更狠的办法 你说真的要给他上这中心了 你什么意思 一个女人 万一吃不住死了呢 顾处长 顾处长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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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 老公 小毛 五花 上 你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一辈子没出息 老了老了 还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你知不知道 宇竹只要一松口 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你这条小命 你这条小命 可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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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长 那些共党的量刑意见 主任说让您签完了 让我送到法庭去 马上就好 其实如果下一组愿意投诚 说不定可以不用死 投诚 那是不可能的 求人得人 成全他吧 夏宇竹 通敌通共 一 违反刑罚中 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等罪 经判处 夏宇竹死刑 王忠文 台湾光明眼镜店老板 收集军事机密情报 通敌通共 一 违反刑罚中 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 通敌通共 導敌人 公团 一 违反刑罚中 一 违反刑罚中 二 违反刑罚中 留敌人 potentia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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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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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是你 法院问我们对你们的量刑意见 我犹豫了很久 在你的名字后面写了建议死刑 你做得对 在审判前 局座单独给我打电话 他让我劝劝你 只要你愿意宣布脱离共产党 向大陆发表广播讲话 宣布投诚 就可以饶你不死 但我拒绝了 盛军 盛军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我的人 就是你 但我又希望你会受不了那些刑局 我又希望你能够辩解 这样你就能够活着吗 没有底线地活着 有什么意义呢 小姐你一点都不怕吗 我记得小时候 小姐最胆小了 怕 我只怕一件事 什么事 我怕连累惩罚 他是无辜的 可你是革命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样做值得吗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革命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些普通人 你恨我吗 小姐 你恨我吗 我的心里 对任何人都没有恨 尤其是你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曾经发过誓 我发誓一辈子要保护小姐 但是现在 我需要亲手把你送向刑场 这不怪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们都是平等的人 你在追求你的信仰 我也在追求我的信仰 圣角 为什么信仰不同 就要互相杀戮了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一种信仰 要靠消灭其他不同的信仰 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那这种信仰 它一定是不正确的 我们现在的死 就是为了有一天 人们不再因为信仰的不同而杀戮 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 那我们的死 就有价值了 我都会想要是为了 小姐 你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 为长发 为穷人 为那些毫不相干的人 你为什么不能为你自己想一想 人只有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 你想什么 你看看你 现在说的这些话 和当年诚碧姐说的一模一样 是吗 陈碧姐如果还在的话 看到现在的你 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好 盛军 我哥哥死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为我的心找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能使我安宁 我找了很久 才找到 现在 虽然我就要死了 但是我的心 却很平静 我在想 志远 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 以及历史上那些从容赴死的先贤们 他们当时的心情 应该和我现在是一样的吧 好 这种你要是一样的 双军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就帮我做一件事吧 你说 我一定帮你 这是我写给俊昊和和平的信 将来有机会 想办法帮我交给他们 不会的 还有 我有一把钥匙 那是我当年跟俊昊在一起时候的定情信物 被你们的人搜走了 帮我把他找回来 放在信里 一起交给他 还有吗 帮我找一身新衣服 让我干干净净 飘飘亮亮的走 我打紧了 我打紧了 我要ан出了 陈子 让我再去 匆匆忙忙赶了一个晚上 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郑和氏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着我的尺寸 一辈子也忘不了 双军 坐下 咱们聊聊 小姐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我们 还有可能回到以前吗 我们无法停留在过去 更无法回到过去 我们被秘密裹挟着向前 是时代选择了我们 也是我们改变了时代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信仰 注定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携手了 可是我不懂啊 可是我不懂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回到过去 回到我们在武汉 无忧无虑无虑大一毛穷的时候 我想回到过去 双军 过去不是无忧无虑 是我们被无知蒙蔽了双眼 我以前 不理解我哥 我甚至不了解志愿 但是现在 我懂了 我懂了 我理解周大监 我理解军航 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信仰 那无异于行事走柔 是他们 是他们给了我革命的启梦 帮助我打开双眼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让我不再是那个 只关注自己喜怒哀乐的女孩子 丽小姐 你真的打算以生命为代价 来实现自己的信仰吗 双军 如果没有这个打算 那就不要说那是你的信仰 虽然 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了 但在我的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妹 你这个还在是我的心理 但是那是我的心理 是我的心理 你做得很好 我认真的 无ate 我认为我的心理 我现在说没这么艾伎 去不许辑 我认为我的心理 你很难受 我不认为你 承识的男人 来 难道你了 你又拿我去很开心 那你真是学生的 睁开眼睛吧 好看吗 好像 去了点什么 好像也去了点什么 小姐还记得这个话 送给你 当然记得 没想到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留着他 你还留着 小姐帮我戴上吧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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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想好了 双军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还要劝你一句 你很年轻 上面很看好你 国防部又成立了一个大陆工作处 我推荐了你 以后前途大有可为 你这时候退役是不是再可惜了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我已经想好了 连这个都不要了 这些靠滥杀无辜换来的荣誉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主人 我先走了 再见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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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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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回来了 进来吧 清沙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烟花一般 太绚烂 但也太短暂 我总能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那张青涩无邪的面庞 那时候 我们伴随 吵闹 睡火不容 可人生是多么的奇妙 我又是何等的幸运 兜兜转转 让你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 让我会找到了爱情 也许爱 不是热情 也不是怀念 不过是岁月 年生月久 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绝好 我要走了 但我把我全部的爱 都留下了 分别并不可怕 这波澜壮阔的时代 辜负了多少人的生离死别 但我不后悔 人 是很伟大的 一点点生活的甜 就能支撑我们度过很多很多的磨难 并且心甘情愿 毫无怨言 而这甜蜜 就是我们永不止息的感情 亲爱的和平 我的孩子 请原谅 从你鼓鼓坠地开始 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 我却一直没能在你身边 你还年轻 正是热血沸腾 青春饥饿的年纪 我希望你不要去追究 妈妈是怎么死的 我更希望有一天 你能真正地明白 妈妈是为什么而死 这是历史在一代中国人身上 落下最深的伤痕 我希望你长大了以后 了解这一切 宽恕这一切 希望在你的一生中 能看到所有的中国人 重新站在一起 帮妈妈好好照顾君昊小舅 我相信 他会像你的亲身父亲一样疼爱你 我会为你们祈祷 在��요 这份他会不会发生日子 叫小舅 你拿小舅 你拿小舅 我自己给你走 我还是在转称 我转能 你什么想写 你怕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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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